古人的诸解看不懂 看经人 经人在我这个时代 还有几位 像地县老和尚 谭虚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都有很丰富的诸诸 太虚大使 都留了有大量诸诸 留个后人 太虚东西比较浅显 对初学的人来讲 很有贡献 戒淫出击好 那么现在这些大德都不在了 在目前这一代 太少了 有一些学者 研究佛学 把佛经当作一种 知识来研究 没有艰辛 没有功夫 也就一般讲 没开悟 没开悟 学习的全是知识 开悟了 这佛经是智慧 智慧 能解决一切问题 没有后遗症 知识不行 知识不能解决问题 它有局限性 而且有后遗症 到今天困难了 我们办个佛教大学 不难 可是佛教大学 你教学就有问题了 如果找一般 佛门里的学者专家来教 那全变质 所有经典变成佛教知识 自己当然得不到受用 不能解决烦恼 不能聊生事 不能出三戒 都肯定的 而且会把经典讲错 讲错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中国传统学术 跟大乘佛法 他们学习的目的是开悟 悟有小悟 有大悟 有大车大悟 大车大悟是明星见星 中国古时候 讲经的法诗 诸书的法诗 所要求的是要坚信 没有坚信 没有资格讲经 没有资格诸书 我们看大乘佛法诗 我们看大资格里的 金灯 那是佛说的 当然没话说 历代祖师的诸书 有收到资格里面去的 那就是证明 他有大吃大悟 才能收进去 没有明星见信 没有大车大悟 这个东西决定不能入藏 所以 祖师大德的著作 标准的是入藏 藏经里面有的没错 没有选 选入藏经的都有问题 这老师教的我们 不但是方老师 告诉我 以后我亲近的李老师 我跟他审言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 那我们学奖经 除了奖经 没开悟 哪有资格 老师鼓励我们 上台 我说我们不敢上台 老师就说了 你们这一代不上台 佛法就灭了 为什么呢 没人讲解了 以后再没人讲解了 那要我们讲解 我们 所谓错下一个字 这转语 多无本事也乎生 这个太可怕了 老师教我 讲诸解 不要把诸解 讲错 那诸解错了 有负责的人 我们可以不背这个应酷 所以我们是学讲诸解 学讲诸解 也要真诚心 要清净些 要恭敬些 对于诸解这个人 我们要把他当作佛菩萨看待 用恭敬些 才能得到真正理解 阿 妮 妥 佛 佛 佛 阿 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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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